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在這個電梯裡面 電梯高的話是H 然後天花板上有個小球 然後電梯它的焦度是3G往上 那麼這小球突然從天花板掉下來 那掉到這個地板以後 它所需的時間是多少 那你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說 你跳上去看 觀察者的話在上面 在上面的時候的話 那麼這個小球相對觀察者 它的相對焦度多少呢 相對焦度是4G 為什麼 因為如果電梯沒有動的話 它小球的焦度 就掉下來焦度的話是G 那現在的話呢 這個電梯有往上加速 所以它相對於它的焦度的話 就等於G 減掉什麼呢 減掉它的焦度 它的焦度的話就是負G 它的小球焦度是負G 減掉什麼呢 減掉這個人的焦度 就是電梯的焦度 減掉3G 這個就等於負4G 負號代表往下 這個人會看到這個小球 它的那個加速度呢 是4G這樣掉下來 那這樣掉到地板 它所需的時間多少呢 所需的時間你就用等加速運動 這個H 是等於2分之1AT平方 A的話就是等於 我現在定向下為正 2分之1AT平方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知道說 這個T等於多少呢 這2約掉 那約掉以後如何 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H 除以2Z 這平方嘛 那兩邊開根號 這就是答案 如果你不以這個相對運動來做的話 就比較麻煩一點 好 那如果我們現在就這樣看 這是地板 那這是小球 好 那現在它 我如果 我如果站在外面來看 而不是站在裡面看的話 答案也會跟它一樣 不過就比較難做一點 當然掉下來的時候的話 這個電梯 它有一個速度 叫做V0 那掉下來那一剎那的話 它們兩個的速度會一樣 都是V0 然後它的焦度的話 對地面焦度 它是等於G 它的話 對地面的焦度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這個是 3G 3G 是往上 好 那我現在呢 就以什麼呢 就以這個時候 這個位置 以這個位置為0 以這個為0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我叫1好了 這個叫2 SE 就Y1好了 Y1的話 它那個 移動T時間以後 它往上提升多少距離呢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V0T 這個是 這個是 交度往上 加2分之1 Z1平方 3G T平方 同時 同時呢 這個 它是上去再下來 那它一開始的位置在那裡 它一開始的位置在那裡 它一開始出位置在H的地方 所以呢 所以呢 這Y2 是等於呢 一開始的位置在H 再加多少 出速度V0 加上V10T 然後它交度往下是負的 加上2分之1 負肌 AT平方 AT平方 好 那我們來算算 這個地板呢 跟著小球相碰的時間 相碰的時間 Y1跟Y2就一樣了 這兩個就一樣了 那兩個一樣的話 那這一項就消掉了 這項消掉的話 那H加這一項會等於這項 那我把這一項移過來 H 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 減掉這一項就是等於加 就2分之1 3Z 3Z C減掉腹肌就4G T平方 這個的話 就跟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答案的話呢 也可以算出來 這個就沒有用相對加速 相對運動 這是用到相對運動 這就等於H除以2G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